HIGH 大家好,我是阿賢 那我們今天要教一支大盆,想要學的KITFIT腳尖翻版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一下站腳的位置怎麼站 那基本上呢,我們的前腳呢,就站四顆螺絲的後面 然後呢,站一半的位置,然後腳可以稍微斜一點點 那後腳呢,基本上就是臀跳的腳 你肯定要站什麼位置,你的後腳就站什麼位置 那基本上,正上去的話會比較像這樣 OK,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KITFIT這個動作 那等一下就來教你的喔 好,那看完腳尖翻版之後呢 那當你要練腳尖翻版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希望你就是 臀跳的話,最好就是要過四塊板 那其實你臀跳比較穩定的話 你練KITFIT的話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你比較不容易變形 那首先呢,我們就要來教你 就是怎麼來踢翻版這個動作 那其實翻版這個動作呢,大致上來講 我們踢的話是屬於板子的這個凹槽面 那是用腳尖的部分 那當你板子戴起來的時候呢 你要先去撥它 先去撥 那你撥它的時候呢 你腳出去的時候,板子會翻 那你翻的時候呢 前腳再來回來接 然後拆下來 那後腳的部分呢 基本上跟臀跳呢,差不了多少 那其實剛開始需要練的部分呢 就是前腳撥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前腳 就是怎麼撥 你可以先不要接 但是你可以看先怎麼撥它 好,那你看完 就是大致上 知道怎麼撥的時候呢 你就要去練習 多撥一點 基本上你可能要十次裡面 你大概要撥個八九次 都會有像KITFIT翻版的形狀 最好讓它翻快一點點 那你用 下一步的話 就是你用身體去接它的話 你會比較好接 那注意一點就是說 KITFIT的話 其實它的身體跟臀跳差不多 那只是它在空中的時候 要稍微多縮一點點 就是你腳要多縮一點點 快一點點的話 你會比較好接 那重點就是說 當你的前腳撥完 回來要接它的話 最好你的前腳就是踩在 四顆螺絲上面 那後腳可以稍微有點勾 沒關係 或是放在 後面四顆螺絲上面 一起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比較穩 那最好做KITFIT的話 就是說 你的身體可以稍微 看著它 就是 身體不要太直 稍微可以彎一點點 看著它 那它這樣子的話 接起來的話就會比較 穩定性會比較高 然後你接到的話 也比較 比較飄來飄去 對 好那大致上呢 翻版呢 就是 剛開始練的話 就先練波 然後再來練肩 然後再來練身體 那其實比較重要的提醒 就是要跟各位說的就是 其實你應該要把你的 蹲蹲跳先練好 然後 back side 翻 side 練好之後呢 那你練KITFIT的時候 你會更好練 那其實KITFIT就在於 前腳的 腳尖的這個部分 還有腳踝的部分 就是你不要整隻腳踢出去 為什麼有些人踢出去 踢KITFIT的時候 會整個板子飛出去 是因為它的腳踝 跟它的腳尖 並沒有去很順的勾到凹槽 所以呢 板子會整個被它踢出去太遠 所以呢 其實你剛開始練的時候 也不用踢很高 你只要把你的腳尖 跟你的腳踝 可以順順的撥出去 撥到凹槽的地方 讓板子轉快一點 其實你要練會KITFIT的 機會會越來越大 那希望大家都會有辦法 然後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